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标车 我是徐晓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今天终于到了这台 看似是第三代的奇达 但它其实真的不是第三代奇达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当时为什么会这么绕呢 昨天的底盘部分跟小伙伴去分享了一些这个车的故事 如果没有看过小伙伴 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包括我们的网站3w.2w车全拼都抗 首先看一下门的内置板 吸引棉的状态 从面积来看的话 一共是两块 至少占比是在50%以上的 所以说我们的平民标准 会认为是一个大面积 但是不得不说它这个吸引棉真的是薄 所以说我强烈的建议小伙伴 有自己去电外的能力的话 可以去加一些吸引棉 因为这个车的整体隔音来说不是特别的好 虽然说它的发动机不否认 低速的时候是比较安静 但是整体隔音的确还是差强人意的 门依然是焊接式的门 这也是日产 包括说日式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 可以看到有焊接点 焊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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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标准的日系的这种做工 然后门脚链也是冲压式的纤维器 也是一种包素的形式 不是那种全封闭的门 也是那种传统的防烧膜 但是防烧膜的厚度还是OK的 比较厚实 这个胶也是比较容易撕的 门内的防撞梁是有一根 是一个圆柱形的 这也是非常标准的 一个日系的方式方法 是这样一个角度 跟焊接点去展示一下 那同样是有一道加强筋 加强筋是在中央的位置 有两块移行式的执阵板 整体来说门还是会显得薄一些 焊接点去贴一些执阵板 可以显得会厚实一点 好 那现在去后面看看是什么样了 后面也是跟焊接点去展示一下 先看一下门的内饰板 面积的明显是比前面要小一些 但是我们也是大致的估算测量一下 上面的面积比较大 整体来说还是会超过50% 所以说后面也是勉强的 算为了一个大面积的隔音面 厚度依然是非常非常的薄 所以说DIY的空间还是有的 其实自己DIY第一是省钱 第二是非常有乐趣 并且非常有成就感的 因为我们工作室里面 除了在日常的拍摄 包括拆车之外 其实每天都在乎的不同的车 整备一些二桌车 其实自己DIY实际上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真的是这样的 好 我们还是来看门本身 那依然是焊接点 也是一个焊接式的门 同样是虫牙式的门脚链 包括说高速的纤维器 后面的防抄膜跟前面一样不一样 会有很多的这种结构 我推测应该是和隔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素量也是比较厚的 胶依然跟前面一样 质量非常好 粘度也是OK的 依然是有一道防撞梁 后面是要比前面更细一些 加强筋同样也是有一条 是在中央的位置 那指针板也是上下各两块是粒青式的指针板 那的确粒青式的指针板 相对而言它的红帽系数会低一点 行 后面也跟小伴去聊到这 现在非常重点的来了 后排钢板对于这台日产的其他 到底有没有去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就是后排的钢板 其实对于轩页 我们直接拆过后排是没有钢板的 所以这台车我们说话也没有太大的希望 但是结果呢 它依然是没有钢板 无论是四的这一侧还是六的那一侧 都是没有钢板的 我也是一再的强调 其实后排钢板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还是那句话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我希望所有小伙伴们 一辈子都不要用到钢板它真正的作用 包括说安全气囊 这东西就是这样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所以说我还是强烈的要求 所有的主机场 一块钢板不会贵太多 尤其是你们这么大的这种批量 但是这一个小小东西 是要比其他的一些配置 是要管很多用的 行 那钢板就聊到这儿 现在看看这辆车的甲醛和TVOC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那现在就是最后一个环节 甲醛包括TVOC那样事儿 在跟小伙伴去公布我们测试的数值之前 新跟小伙伴去看一下里面的地板填充物和大线那点事儿 打开一看果然不出塑料 依然是日产那种惯用的像泡沫塑料那样的一个材质去进行填充 这种材质呢看起来是非常像买电视机啊 或者是电瓶箱的那一个泡沫塑料的填充物 理论来说对于车里面的材质 它都不能是燃烧或者是助燃的 要有一定的阻燃的这种特性在里面的 日常见到那些天充物呢其实是会点燃的 但是呢这个车里面的这个泡沫啊 我们刚才也是测试了一下 它的确没有助燃的效果 你把它烧热了以后它会化 离开火以后它不会继续燃烧 所以说这个是符合车内内饰相应的等级或者是规格的 因为车里面的材质其实都要有这种相应的 阻燃的级别在里面的 大线呢的确不太粗 因为这台车的电子设备的确没有那么多 尤其是后边的部分啊 所以说它的线比较细的缠绕呢是比较密实的 胶部材质是以PVC的那种材质为基准 紧接着呢是要公布我们测得的相应三个位置的 半定量式的甲权测试 那我们手上的依然是PPM这个机械 地板里面呢测得的甲权呢是0.016毫克每立方米 顶棚呢也是挺低的啊 只有0.028毫克每立方米 那它的座椅呢是仅仅是0.017 那从这个三个来看的话 我们这种极端的测试都拿到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数值啊 跟小伙伴也聊过嘛 我们也仅仅是有三个取样点 而对于车内空气甲权这一块来说 它是有很多的这种散发点的 例如说你的仪表台里面啊 包括说你的后座啊 包括说后面等旁等等的这些东西 都学说我们还是要测得一个车内空气甲权和TVOC的这样一个数值 那具体什么样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那么现在呢就是车内空气甲权和TVOC的测试现场 那么依然呢还是老规矩啊 我用的是分射器分光工作法 准备工作呢已经完全的就绪了 二三度上海一度啊 恒温密闭静置了16小时之后 从驾驶席里面呢抽取等量时升的空气 并且和分射器相融合显色液啊 已经完全都滴注完毕了 最后呢这辆车 车内甲权释放量是0.035毫克每立方米 在我的影响中 包括我说我们的这个表里面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低的了 现在呢去车内TVOC的释放量测试现场去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的项目呢 就是车内TVOC释放量的测试环件 当然了我们的车呢 依然还是跟刚才一样啊 是23度上下一度 封闭静置15小时之后呢 同样从驾驶席的位置呢 用这根易用的硅胶管呢 抽到我们的这一个仪器里面去进行TVOC的测试呢 小伙伴表也听见了 里面是一个蹦跡的那种一个形式 那TVOC呢 依然是甲本类的有机挥发物的一个总称 它也是车内不好闻的味道的元凶吧 这种有害的气体啊 闻多了以后也是会让人产生那种非常不好的反应 比如说头疼啊恶心等等等等 那这辆车的车内TVOC的释放量是0.72毫克每立方米 就是这辆车TVOC的释放量 那现在呢我们回到前面看看这辆车在今天 这个环节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 以及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 它最后能派多少名呢 现在去看一下 好那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 这辆车在这个环节的得分呢 依然是老规矩啊 在说今天这个得分之前呢 先要回顾一下前几期 因为今天也是最会期了嘛 2021款的吉他 那在前后防照梁的部分呢 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 它的得分呢是33分 拿到了一个中央的成绩 那在底盘的部分呢 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呢 拿到了仅仅是16分 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成绩啊 那在今天呢 前后门内防照梁和甲犬的部分 在满分43分的情况下 最后得分呢是29分 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成绩 那轩翼呢拆的比较早啊 所以说里面的分数呢 项目是有一些变化的 但是我们从大体来看的话呢 它的前后防状梁 包括底盘的部分 它们的分数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 甲犬这一块来说 之前的轩翼的分数会略低一些 行吧 这又是关于分数这点事儿 今天这个小小环节呢 也是要总结一下 其实从整体来说的话 对于甲犬这一块来说 还是认为这辆车表现还是不错的 空气甲犬呢 仅仅是一个0.035 豪克美丽方面也加一个分数啊 我们在印象中 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 而其他的部分呢 包括说后排没有钢板这点事儿呢 意料之中 但是的确是不应该 还是的话 我们希望所有的车型 都要有钢板这个东西 那这辆车呢 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 排名到底是什么样的 它跟轩翼到底差距是多大呢 现在呢去看一下 好那现在呢就来公布一下这辆车最后的成绩啊 我就直接念分了 那2021款日产的奇达 那它的试下成绩呢是56分 那它的拆车成绩呢 换算为百分之以后呢是49分 那我们同样呢还是按照25%和75%这样一个关系啊 去进行一个计算 最后的成绩拿到了精准的小小小后两个位啊 就是50.79分 那也是50分靠下这个位置 最后还是用几分钟时间 咱跟小伙伴去聊聊啊 这台车呢到底是何去何从 请小小的总结一下优缺点吧 外观这事儿呢 我们就不再聊那么多了啊 对于这种比较成熟的一款日产的 这种紧凑级的轿车开起来 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惊喜 但是呢也的确没有太多的硬伤 它就是特别本分的一个家庭的代骨车 跟它当时进入中国市场的定位 也基本上是相似的 比如说它的经锐车 例如说什么卡罗拉呀 包括说现在的同级别的德系车 包括说速腾什么的 基本都是差不太多的 当然说呢日系车有日系车的特点 欧系车有欧系车的特点 对于这台车呢 依然还是普通一个代骨车 所以说呢 哎你要是想买一个代骨车呢 其实是可以看看这个车的 其他而言呢 我们不得不再说其他的一些证情 例如说轩逸 现在其他跟轩逸之间的关系 其实有一点点的颠倒了 昨天在历史上一个小板说的 其实轩逸最早时候的售价 是要比其他要高出不少的 那现在呢反过来 轩逸反而是卖的比较便宜的 其他是卖的是比较高的 不否认这也是日产的一个策略吧 因为现在轩逸嘛 也是被作为叫滴滴的专车 这样一个东西 现在谁还会去买 其他这样一个两箱车呢 我们想来想去 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 就像有个车开的一个女生 可能会更多一些 并且呢可能有一些的品牌 在这种意识在里面 现在日产爆款车 真的挺多的 齐骏算不算一台卖的比较好的车 在SUV里面 它的销量真的算不错的 轩逸就别说了 这个真的神车之一 现在一个月两万多的销量 真的这不是开玩笑的 还有就是其他 真的也算一个 这些车其实是有一个共性的 在同级别里面 它是最便宜的 并且它的空间是最大的 为什么这种车在中国的销量是好的 真的你看日产卖那些不好的车 例如说之前有一个小的SUV叫进客 卖的真的不咋地 现在基本上也是半死不活了 最后留下几个爆款的都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便宜 个儿大 其实这个的确是现在我们国内消费者的一种状况 但是这个状况呢 可能真的不是看我们大飙车后面那些愿意去懂车 愿意去驾驭车的这些人 你会发现往往去决定你买什么车的人并不是你 而是在后面那些支持你金钱的人 例如说你的父母 例如说你的媳妇 对吧 我们的摄像小哥 他现在呢 坐驾是一辆天籁啊 也是我们之前拆的一个车 其实他当初在心里面是标志508 标志508是一个真正什么弯道王 操控王这类的车 为什么没买 父母不同意 媳妇不同意 最后妥协选择了又大又舒服的一个天籁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 所以说呢 日产包括说现在很多的厂家都是看好了这条路了 你懂车对吧 你懂什么操控 你懂什么重力 你懂什么文化 我告诉您是没有用的 最后剩下就是你的父母和你带着你媳妇在车上一坐 父母说了这个车挺大挺舒服就买它了 你没有办法这个的确是现在的一个环境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的一个消费 是因为现在对于车而言它还是一个大件 我们刚才也举例的说手机 您现在买一个手机您需要跟你父母商量吗 不需要 你买一个手机你需要跟你媳妇商量吗 不需要 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产物了 它的售价是没有那么的贵 它基本上是能够消费的起的了 但是车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大件 还是要有很多人的意见掺杂在里面 直到有一天咱们买车的话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时候 包括您的父母是真正能够去懂车 能够去让你自由去选择的时候 可能才是那些真正能够驾驭也好操控也好 这些更内在的车才会更发扬光大的这样一个时候 从现代的环境而言 这种皮薄馅大的车可能依然是更多家庭综合起来去考虑车性 所以说不得不说日产在这一方面其实走的还是挺前端的 真的是这样的 今天大铁车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大铁块 但也是那个准备说真话大铁块 那我们下一个车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铁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